一台白色轿车行车不稳 变换车道也没有打方向灯 被巡逻警车给拦了下来 警方上前盘查车主是否救驾 警方才刚开车门要驾驶下车 没想到男子突然狂踩油门 往右侧方向冲了过去 直接撞上巡逻车左后方 而警方立刻把人给拖下车压制上扣 和驾驶救测局为零 但却在车上发现电子咽还不充气 警察就是新兴毒品丧失咽蛋 驾驶筛减有三起毒品反应 疑似是毒驾 咽尿结果出入后 就可能会被以涉犯公共危险罪移送罚办 而另一头花莲却疑似发生灵异事件 从监视器画面中可以看到 店家的货车缓缓地驶出滑到路中间 而可怕的是车上当时根本就没人 而经过车辆还差点撞上 民众吓得赶紧报案 看那个手机就这样出车出车 邻居吓到全身起鸡皮疙瘩 所幸没人受伤 而警方货包到场联络车主 才找来吊车 把货车拖回前楼 但为何车子会自己移动 专家综合解释 专家建议手排车停车 还是要放置车档 才能避免类似事件发生 但是逢农历鬼越车子 莫名自己动起来 也增添不少灵异风轨 记者综合报导 2 4 3 8 5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